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最鲜艳的花草 是生长在荒野的高山上的 最鲜明的苔藓 最美丽的野花 都长在荒凉光秃的高峰垫上 我所见过的最艳丽的颜色 是在一个一万尺高的山顶上 山面长满了金黄色的苔藓 在日光下闪耀非常美丽夺目 你看 在那样高的地方 那样荒凉的地方 苔藓受尽狂风暴雨的击打 反而呈现出那样灿烂的颜色 岂不奇怪吗 我有两个苔藓的标本 一个是从高山上采集来的 一个是从城墙上的树中 采集来的 这两个标本的形状和颜色 有着显著不同 生长在山顶上风雨中的那个标本 是阴红色的 质地光滑 轮廓完美 生长在低地上 温气中的那个标本 是暗黑色的 质地粗糙 轮廓破碎 受苦的信徒 你不是受尽了风雨的摧残吗 你不是失尽了所有的安慰吗 神预备了风雨 一次一次击打你 将你的外貌变得毁损阴沉 但是 失恋一过 黑暗就要变成光明 你就要得到非常的祝福